第四十二题,文中原子不可分的古老观点 这种信念被19世纪末一个接一个的科学发现打破了 请问这句话中的事件,由先之后的发生顺序正确因为何 这个我们根据老师上课所教的 我们首先出现的是假 我们道尔顿提出原子说 然后再来是以JJ汤姆森发现的电子 接着呢是所谓的物 拉塞福借由这个散射实验呢看到了原子核的存在 同时呢把它其中的粒子呢称之为子子 所以发现了子子 最后呢是查对克发现了中子 所以我们发生的次序是甲乙物丙丁 第四十二题,问我们说 请问这句话中的事件,由先之后的发生顺序正确因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甲乙物丙丁